謝謝 早 早 大家早 下次我會試著把那個題目跟抬頭鎖短一點 覺得剛才我們總之要念得很吃力 我叫劉榮泰 然後今天是來跟大家分享 過去兩年我在那個公控治安的所見所得 關鍵是我覺得很興奮 因為我做兩年發現這個機會實在是太大了 我就希望經過這次的talk 我們能夠激勵比如一千個 Attendee 有一個到後來去開業 創業剛才那個副總統講的 成功 然後能夠上市 那我對資安也算有貢獻 其實說起來我是那個Hecon的粉絲 我第一次參加Hecon是2005年 那個時候的Kino就是我的學長叫全X 他說沒有人認識他 但是我還是一定要提 他那個題目叫做地下網管20年 基本上是在講他這20年來當義工 就是不收費的幫人家管網路 幫人家管服務 OK 那今天終於能站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很榮幸 不好意思 我們來不及贊助 那個明年我們 謝謝 謝謝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我叫Terence 在13年以前 我在國內的一家公司叫微博科技 叫Broweb 我們做入侵防禦系統 那直到13年呢 公司被趨勢科技收購 我就加入趨勢科技 那做了五年的IoT Security 一開始就是讓家用的Home Router變安全 然後呢 讓那個網路的Camera變安全 那後來 想說物聯網嘛 那個物就要上網 所以我們就跑去找運營商合作 比如國內的中華電信啊 日本的NTE Docomo啊 在它的5G網路 或是NBIoT網路上面 用NFV 或是Mobile Edge Computing 這種技術 把安全上上去 但到18年 我們覺得時機成熟了 就是工業物聯網應該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所以趨勢就跟國內的404科技Moxa 合資了一家公司叫TX1 Networks 從開台開始 你看那個新聞是2018年11月 一直到今年1月底 這個COVID-19變大以前 這16個月 我們統計一下 我大概飛了18萬mai 大家如果沒有很常飛行 可能不了解18萬mai是什麼意思 就是在五個季度 五個quarter 繞地球齊圈的意思 在這裡面 拜訪了非常多家的公司 去了解他們的問題 橫跨各種不同的vertical 其中一個vertical就是power power就像電力 從上游供電的核能電廠 一直到下游的配電所 你會看到風電 風電為什麼要做治安 因為只要在國外這個業主 他蓋這個風電 這個turbin 產生電是要來賣的 所以當風繼續吹 turbin不轉 還要浪費錢 還要做治安 那他要跟人家算錢 能夠算清楚 Excuse me 然後Ouer and Gas 油一向都是那個 海客寄予的對象 所以從上游的這個Ouer Rig 海上的油田 一直到煉油廠 這都是很關心治安的單位 Manufacturing Manufacturing其實是17年之後 慢慢對Cyber Security 願意花更多的力氣來討論 那我們談過的對象 從做車子的 做車子零件 半導體 一直到養雞的都有 待會兒我們會再慢慢分享 Medical 主要兩種 一種場域就是製藥的 製藥公司都非常大 各位 全世界排名第50名的製藥公司 營收都還有20億美金 然後第一名的公司 現在最大的是Johnson Johnson 它的市值是400多個Billion 就4000多億美金 這大概是12兆的市值 這種超大的公司 但另外一個場域就是醫院 在醫院常看到Ransomware 常看到Warm跑來跑去 那這都是我們定義的廣域的OT 那今天就是來討論說 在這裡面他們遇到了什麼問題 所以OT Security到底是為什麼變紅的 大家應該都看過這題 在Facebook上有傳播 誰領導了貴公司的數位轉型 是誰 COVID-19 所以OT之所以會有這麼多Cyber Security危機 跟數位轉型就是息息相關 在幾十年前 在幾十年前 OT大家覺得說叫Air Gapped 就是實體組隔 我沒有跟人家有連線啊 我沒有Cyber Security的需求 可是這不再是這樣的 現在的工廠都要怎麼樣 Customize 工業4.0的其中一個很大的要點 就是要能夠客製化 像現在你去訂車 假設你買德國車 你就選很多配備嘛 下單 德訂 跟德國訂車 它才開始生產 所以它的ERP呢 其實是跟後端的生產是接起來的 但那些機台為了讓能夠實時的做分析 所以它也會把它的Data丟到Cloud去 所以IT跟Cloud 現在跟很多的OT是連接起來的 那OT自己呢 OT也採用很多IT的技術 當我們說IT OT Convergence 我覺得有兩個 一個是IT跟OT接起來 另外一個就是 OT更大量地使用了IT的技術 這些技術包含哪些 比如包含Local的Cloud 它沒有Cloud 它沒有Camera Camera做什麼 可以看 Camera可以分析 你哪一個產品是不是做壞的 Camera可以做公安 如果你這個Worker走進來 沒戴安全帽 Camera可以警示 這都是AI可以學的 還有AGV 就是自己走的車子 不需要人駕駛的 就可以接受很多人力 那這些東西 其實會用網路串起來 現在最流行的其實是Ethernet 大家用以太網路 已經用20年了 不覺得Ethernet有什麼了不起的 可是到2018年才是第一年 在工廠裡面 Ethernet的佔有率超過 serial cable 2018年是第一年 Ethernet的佔有率53% 超過serial cable 好 那所以你就發現 有很多資安有可能來的點了 一個是從IT來的 一個是從Cloud來的 有可能有一個不小心的善良人士 把毒帶進來 他就散佈了 那可是你的員工 可能是SI Contractor 他帶了一支USB 帶了一個感染的電腦 你就散佈了 那你該說眾人不多 的確 但前陣子 8月27號的新聞嘛 有一個俄國人呢 拿了100萬美金 給一個特斯拉的員工 其實他還先帶他去 Reno的賭城 Gamble的兩天 然後說來 你就幫我 把這個毒放進你們公司 他這個是有陰謀的 他叫偷資料嘛 而且他在偷資料之前呢 他還已經計劃好了 要DDoS特斯拉 他一DDoS他 然後網管人員 就要去處理DDoS 他就趁機把資料撈出來 那當然 我們特斯拉的員工 不會在乎這100萬美金的啦 看前陣子的股價 所以呢 他就去舉報FBI 那如果在台灣 以我們台灣國民所得之高 100萬美金 我覺得大概也不會看在眼裡 不過就是有這種風險是存在的 我們去做生意 很多時候他客人 業主客戶就會說 我不用擔心啊 我們這邊是AirGapped 我們是實體組隔的 我在美國有一個夥伴 叫Baker Hughes Baker Hughes是一個油田服務的公司啦 他們做服務的 他說他們也常遇到客人這樣跟他們講 所以他們就做了這頁投影片 他說 你其實要沒有Wireless 也沒有Bluetooth 而且你也沒有接Ethernet 你還要實體組隔喔 最好有六道牆 那你的所有的Data的傳遞 不能夠透過網路嘛 所以要用人 就是USB啊 什麼DVD啊 這聽起來很像我們15年前在HeatCon 人家講的國內的實體隔離嘛 拿一個USB放在籌疊裡面 用那個USB來傳資料 但如果你真的這麼做 其實你的Bluetooth就不是Optimized嘛 你沒有在優化你的 所以你為了資安 那難道你跟你的競爭對手 在自動化 在智能上面就處於很大的劣勢 所以真正AirGap的場域不多啦 有個很有名的是這個 對 就是 好 你看真正的實體組隔 它要人真的掉下來 然後督進去才能夠達到 所以數位化其實加大了Cyber Security的隱憂 而且駭客也改變他們的做法 在2017年以前 其實主要的Cyber Security 會Care的都是Critical Infrastructure 就關鍵基礎建設 因為那個時候發生的incident 也是關鍵基礎建設 在那個時候 對這些做工廠的人 你去跟他講資安 他都會說 正知道了 對 他要聽 可是他其實不見得會有什麼作為 2017年 產生了一個比較大的變革 就是Wanna Cry 跟Not Pay 然後讓很多大公司受到了蠻嚴重的打擊 那接下來呢 就有越來越多的Ransomware了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就可以大聲的說 工廠也可能被target 所以你看 駭客也是在進步嘛 我們駭客都是最聰明的 追求卓越 2017年的時候 Wanna Cry 跟Not Pay 其實是non-targeted 很多人是倒楣 他根本不是有益的 但總之獨帶進去 然後就全場停工 19年 Locker Goga其實是一個非常 對我來講非常重要的一個Ransomware 受害者最出名的 叫做Norsk Hydro 是一個鋁的公司 這個做鋁的公司在北歐 然後它被Locker Goga襲擊的時候 官網就一片空白 就是一頁文字檔 然後後來他們還做了video 說他們的時候有多辛苦 因為ERP也不能動了嘛 然後大家就拿鉛筆出來填單 然後把工人全都招回來 自動化是不是不能用了 用人力斑 為了這件事情 那個鋁 就是供應量大下跌 然後他們的骨架也大下跌 只要一天 所以我就講了一整年的Locker Goga 你知道嗎 我想說 哎呀 如果這個 鋁客沒有下一步 我們這個公共安全的意識 可能不容易再提升 還有鋁客也沒有停歇 就繼續 20年 像Snake Eacons 比較著名的受害者就是Honda 那 這次他們就不是只加密了 他們有經過學習 你知道一般Ransomware 它不見得會讓你死透吧 因為死透你沒辦法開機 你也看不到怎麼拿到錢 所以它對System Folder 就比如說System 3 2這種 Folder 它會跳過 可是呢 Eacons會掃描System Folder 找出跟公共相關的檔案 再加密 所以這個對公共有一定的傷害 Double Paymer 就像墨西哥最大的石油公司 感覺像我們的中油一樣 叫Paymax就被打到 Double Paymer就再更進一步了 它除了加密之外 它還會偷資料 所以這是兩層的勒索 第一層是解密 第二層是數據 你的資料 不然我就拿去賣 如果你不付我錢 那 除此之外 它還跟公共的Process有關 它一旦被中進這個Endpoint 它會掃描 這Endpoint上 有沒有跑一些公共的Process 可以跟HMI溝通的 可以跟PLC溝通的 如果有 它先Kill它再加密 基本上就是要讓你的Operation受到阻撓 所以Hacker在這個Cyber Attack上 也是逐漸在進步 這個是這個禮拜Garner才公布的預測 這不是我們違言聳聽恐嚇取材 這是Garner說的 他說2024年的時候 會有75%的CEO 他會有Personal Liable 就是說跟他個人相關 人家會訴他 因為這個Cyber Physical Security的 incident 我講一下人話 什麼是Cyber Physical Security Cyber Physical System 就是在工業4.0的核心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虛實系統 我們看到那個工具機 它就是實體的 但你現在讓工具機變聰明 所以你就要賦予它能夠Sensing 能夠蒐集數據 那這個數據要能夠接到網路 而且能夠被Cloud分析 所以後面那一段 Sensing Connectivity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I 這些全部都是Cyber 那Physical就是工具機 你把這個東西combine起來 就叫做CPS CPS是工業4.0的核心 但為什麼說75%的CEO會Liable呢 因為CPS就會有更多的跟人命相關的 跟環境相關的 我們想像一個例子 郵輪 有大的郵輪 你看那個郵輪是遭船沒錯 但其實郵輪裡面有非常多的電腦 還有交換機 還有計算 OK 你看那個船長說 來 我們舵怎麼打 那舵手轉 那個舵不是直接連到下面的舵 沒有 那個舵比這個還大 所以人不可能轉得動的嘛 那個是機械在轉的 所以其實當你轉舵的時候 你轉的那個方向盤 它是透過電子訊號 透過Switch 然後用Network Packet傳到底下去 然後有個機器讓舵轉的 那如果Switch不動了怎麼辦 那如果那個Computer不動了怎麼辦 船就在海上飄 所以人命就相關了 船在海上飄 油漏出來 那就會對生態產生很大的災害 CEO就Liable了 OK 現在是 今天是9月11號嘛 跟那個2001年的911事件 其實有19年了 所以我們講這個公安災害 其實我們也可以想像 那下一次的大的公安災害 它可能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Garner的建議就是 我們要Focus on ORM Operational Resilience Management 就是你的Operation 你的運營 它的韌性 我們要做管理 那我想先介紹一下 大家公控 跟我們以前熟悉的IT 有什麼不一樣 在公控裡面 有分很多不同的Vertical 不同的Vertical 不同的Territory 它們有什麼不一樣 首先感覺一下 這個是我們要守護的環境 左邊是一個汽車的組裝廠 那右邊是一個配電所 所以你再看看左邊這個 它說有新功能 很好玩 你要守護的是這個環境 所以你看不到PC嘛 但這裡面有好多Windows 7 Windows 2000 你要怎麼Protect它 網路到底在哪裡 右邊這個配電所 裡面有一大堆老舊Windows 但是它藏在這裡面 我們要怎麼Protect它 然後Asset 我們在公控 不叫做主機了嘛 我們叫做Asset資產 那資產可能有不同的長相 比如從最左邊的HMI 就是人機界面 很多人機界面 到現在都是Windows 7 跟Windows 2000 PLC 然後Modality Modality就是醫院裡面用的 這樣比如說X光機MRI 好多都是Windows 7 為什麼意思提Windows 7 因為現在已經End of Life了 所以Microsoft will get patched 那這個晶圓代工用的石科機 這一台好幾億 你看那個石科機是個機器 可是裡面可能有九片主機板 那九片主機板 如果上面跑Windows 你要怎麼保護它 所以你面臨的場景 其實不太一樣 我先拿一個很老的例子來說 2015年的烏克蘭的Power Grid 那個電廠 發生了Cyber Attack 首先呢 Hacker反正就送一封E-mail進來 到IT 那IT的人就點嘛 點了之後當然就產生了後門 那Hacker就能夠順利地跑到IT去 想辦法偷到一個Credential 這Credential很重要 因為這Credential是 從他們的IT到他們的電廠的OT的VPN的帳號 所以等他拿到帳號之後 後面的事情就可以開展了 首先第四步最重要 他就透過他自己寫的程式 然後對變電所的Circuit Breaker下指令 然後跟他說關掉 然後就關掉了三家配電公司 好幾十個變電所的Circuit Breaker 三十萬人在寒天動地底下 喪失了一個小時到二十小時之間 不等的電力 好 這就是對人的liability的傷害 那其實這就是攻擊的主軸了嘛 對不對 讓你沒電 好 可是他後面還配了很多 配了很多彩蛋 首先呢 他更新了所謂叫做 Serial to Ethernet的Gateway 這是什麼東西 在公控場域我們剛才講 很大量的以前都是用Serial Cable 但是現在你要網路嘛 所以你就Ethernet 但機台是Serial 你的PC是Ethernet怎麼辦 你就需要一個轉置的東西 這個轉置的Protocol Gateway呢 就會把你的透過Packet的指令 轉成Serial的指令 下到電廠的你去 他把它寫成空白磚 那這樣後續處理的人 就沒辦法再簡單的 去把它restore回來了 因為那個Box已經壞掉了 然後呢 他把他們看到到PC的MBR 全部寫壞 因為停電會reboot reboot MBR又不見 PC也開不了 然後呢 我剛才說不是停電了嗎 那電廠還在run 為什麼 因為有UPS 所以最後一步 他就把UPS也關掉 那這個時候就真的整個shut down了 然後就算他把電力再restore回來 剛才說PC也壞掉了 Serial to Ethernet的那個Box也壞掉了 那就是延緩 延緩回復的時間 此時同時 他們其實還對電話做了DDoS 他們就是 Telecom的DDoS 讓這個電話就是不能打 其實我不太知道為什麼做這個事 因為手機要買的卡對不對 但總之這是做整套的 各位如果你看這樣的攻擊 你就會想像 這是一個有無限資源的人 他花了好多利器好多錢 那就為了達成 因為他用了很多技巧在裡面 他用了0day 他才能送Email給你 然後他要對那個IED的protocol與研究 才能把它關掉 然後他要能夠開一個Vulnerability 是一個Serial to Ethernet的Vulnerability 才能夠換掉它的Firmware 他花這麼多錢這麼多時間 就為了做成這件事 被這樣的人盯上 那個感覺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看電影遇到這幾個人 這幾個人要對你做什麼 你就會那樣 你不要說Air Gap 這個簡直是Water Gap對不對 Water Gap 裡面他都能夠 撈到他要的資料 不過還好還好 大部分我們不會遇到這種事 我們從17年剛才講 以前遇到的就是Wanna Cragun 拿著Paya 有一個人帶個電腦進來 就很多讀 或是有一個人拿個USB讀進去 然後就產生了這個Wong的Propagation 聽起來很倒楣也很簡單 但在那一年對很多人造成了很大的傷害 看這個Pharmaceutical company 你看損失的311個Million 就3億美金 3億美金 3億8 3億 到最後一個國內某半導體大廠的那個 83米 那個已經是最小的 從那個之後其實我們就沒再聽過大規模的 Wanna Cragun Wanna Cragun 造成的Damage 但是零星 就是其實我必須說在整個亞太區 包含台灣 中國 泰國 馬來西亞 越南 我們都還是一直看到 只是說不是這麼大規模的 但媒體上出現的是target ransom 這兩年 它的途徑可能是這樣這樣 很常見的 透過那個VPN的Gateway或是RDP 不管它是弱點也好 它是弱credential也好 要先進到內網 進到內網之後 它最終就拿到AD Server 當然我講得很快 但實際上發生的應該是權限的濫用 其實AD Server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 在座如果有IT 你們就很好的保護那個AD Server 所以你說要攻打AD Server的弱點 取得權限 其實這件事很不容易 但實務上常發生的是 高權限賬號的濫用 就是你知道MIS很忙 薪水又不高 它一天要做那麼多事 所以你要他說做不同的 去幫人家弄電腦 要用不一樣的賬號 是很麻煩 所以他最常做的就是 用高權限的賬號 log on所有的電腦 去做他日常daily的事情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 在那些被撤入的電腦上 被人取得的高權限的賬號 那是AD 再透過AD呢 他就能夠輕鬆自在地 透過GPO去叫 所有的電腦上來拿 做這個script啦 拿mware啦 經過HTTP 經過SMB或FTP的protocol 去得mware 然後最後就加密 並且擴散 這個是這兩年 最常見的公共災害 就是大家在電視上 能夠看到的手法 幾乎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分享 我們在台灣的所見所得 其實我想方法也一樣 到最後還是經過AD 然後從AD來散布 但不一樣的是網路架構不一樣 如果大家你去看 唯一的防護通常都是在入口 入口進來了之後 不管是OT server到IT server IT server到OT產線 然後甚至是跨廠區的VPN 完全沒有防護 這不是一家公司 這是很多家公司都這樣 所以因為為什麼呢 就我們大家最近這兩年 常講Zero Trust ZTNA Zero Trust Network Access 這是很有大家實現的做法 但在台灣其實不常見 我們是Full Trust 滿滿的信任 只要在我的大內網內 所有人都是好人 因為台灣最美麗的風景 就是人 所以我們不太檢視 但是這樣的結果就是 我們看到的攻擊 很多時候你在台灣 但你看到從蘇州打來的風暴 還是你們自己場區打來的 從台灣再去打四川 為什麼 反正每個場中間都沒檢查 都沒有防火牆 那其實這也加速了 駭客一旦進到內網之後 他的災害就是 所以我想 所以這兩年做這些事的人 跟剛才我們看到的像Eason Hunter 他們不太一樣 可能是像這種愛狗人士 他面臨的對象 也不再是那種國家的 而是私人企業 但都一樣 他們都愛Coin 要你付的就是Bitcoin 但最後留下來的災害是 以前就是安靜地把資料拿走 但現在就騷傻掠掠掠了 沒有什麼剩下的 所以我們再recap一次 在公共的場域裡面 其實現在有三大主流的 attacking vector 一個就是rinsome well 然後在APEC 有很多的warm的問題 然後如果你是critical infrastructure 你應該小心的是 controller PLC的misuse 就像剛才在烏克蘭的事件一樣 其實你從stocksnet 一直到triton 這七八年 你看到的攻擊 到後來都會是PLC的misuse 那為什麼那麼好打呢 因為OT其實有它先天的限制 這些限制包含了第一個 legacy的liability 就是它真的就有很多很舊的OS 有很多很舊的機台 但它可能是新的機台 但仍然是舊的OS 我去年去拜訪一個 那個坐飛機的公司 很大的公司 然後他跟我說 他們那一年買的新機台裡面 還有windows XP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不容易 而且因為是legacy 它也可能就牽扯到了visibility 就是可視度 就IT想要進來幫忙管 Cyber Security 但他真的搞不懂你到底有什麼東西 因為那個機台的長相 像我們剛才秀給各位看的 它就不是PC啊 所以當我們那個OT的人 採買一個HMI 他就總有一個資產清單嘛 HMI一試 對不對 但他沒告訴你 那HMI裡面的OS是什麼 Patch有沒有上 沒有啊 沒有visibility 所以你都不知道你有什麼 那你怎麼管 那市場上也沒有什麼 專門為了OT 去特別做出來的設備之前 所以在技術上有它的困難 在resource上呢 第一個其實最大的是 像剛才副總統有提到嘛 就是教育 人力其實是最大的問題 你要光找很熟悉 Cyber Security 的 很有經驗的InfoSec 都很難 你還要去找很有經驗的InfoSec 還要懂OT 這件事在很多場合都是不可能 所以你要說保護OT安全 要不你就懂安全 要不你就懂OT嘛 所以到後來其實他們就懂安全的去管OT 但他不懂 所以ability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pursue of productivity 更是這樣 我們剛才說我開工廠是為什麼 我開工廠不是為了做資安啊 我開工廠是為了生產 換錢嘛 那所以你不能因為做資安 slow down我的生產嘛 所以我去過一個工廠 它全廠都是Internal Blue 再跑來跑去 但那個MIS說沒關係啦 因為機台沒有壞 它也沒有藍瓶 它繼續可以生產 而且我們的機台到明年二月前都不能關機 所以你也不能夠patch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 productivity 才是他們最concern的嘛 我一月份的時候在Miami參加一個conference 是叫S4 conference 那個是我認為美國最高水準的 OT cybersecurity conference之一 然後就有人上台分享說他做了一個技術 什麼技術 叫做patch的decision tree 就是什麼volubility你要patch 什麼volubility你不要patch 那我們管IT的MIS 今時今日就會覺得這個ridiculous 你有volubility你就要patch啊 你不要做什麼decision tree 可他面臨的問題是 我這一場裡面要patch的volubility 可能總數有三萬 再乘上機台數目 但我一個禮拜只能做30 這時候怎麼辦 因為機台是一直在生產的 不能停 所以productivity跟cyber security 在很多的時候是against with each other 環境也蠻糟糕的 這是我們自己統計的 就是在ICS search公布的advisory 每年的數目當然就是越來越提升 你看到2020是下降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只統計到七八月 到今年底我們估計還是會比2019年還要來得高 那最糟的是說這些被公布的advisory裡面 絕大部分有九成都是很容易就可以被利用的 包含說下command 你對重要的機台下control command 但不需要驗證 還是說像web service 就是很容易就能夠被入侵 在CVS的3.0裡面 critical跟high就快一半了 如果你再加上median就70幾% 可是你不要光看這個median 我們剛才講那個烏克蘭 那個serial to ethernet的gateway 被人家寫壞分where 那個CVS的goal是5 還是算median 不算高 所以還是很多很多動 趨勢科技在今年publishing 兩份跟公安相關的 左邊就是大會有session會講到的 就是robot 現在機器手臂很聰明 機器手臂可以打乒乓球 機器狗 那他討論的就是說 你可以對機器手臂放扣進去 但在今天的生產店 沒有人會檢視那份扣的安全性 機器手臂你可以叫它做運算 你也可以叫它開socket 它也可以連線 簡單講你可以叫機器手臂幫你挖礦 只是它算得很慢 那右邊這個就是我們另外一篇paper 講的是我們剛才說這個 Ethernet to Serial這個gateway 它是做來解析protocol的 解析公共protocol的 理論上它要把一個mobus protocol 從Ethernet base轉成serial base 但絕大部分的這種gateway 你只要為它一個marphone的風包 也就是你不照protocol來 它就壞掉了 其實我想講的就是 在公共裡面的脆弱性 真是霹靂無敵高 你能夠利用的弱點也是超級無敵多 所以大家只能抓重點 沒辦法全部來 所以我覺得公共的一個特色就是什麼 儀稅 為什麼 因為它在2017年之前 沒有人覺得Cyber Security是需要的 我們是AirGap的 我們不用擔心 那Even這樣 那還是有心態的問題 就是說你到底覺得Cyber Security有多重要 其實我們剛才副總統說的好 他們做燈泡做到年營收500億台幣 所以其實是很大的公司 他說 他就跟他們的老闆講說 我們這邊機台有這些弱點 我們的PC有這些這些的問題 老闆就說 So what 誰會來打一個燈泡工廠 他覺得沒問題 可是當 再提升一點就是 這不錯 我們應該防護 但我們有防火牆啊 反正我們有防火牆 又有防毒軟體 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到他會想說 好吧 這就是很重要 但誰要來負責咧 是吸手 吸手來管OT 還是IT Security 還是你們OT自己管Cyber Security 只要經過一番論戰 到最後 他們能體驗自己有什麼不同 然後開始引入標準 像比如說我們在台灣供應鏈CSF 就是必修的課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美國的業主會來要求你嘛 說你安不安全 那個不安全 我們跟你做生意就有疑慮 然後62443 也是很著名的 公控安全的標準 到他會想導入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就是花很長的時間 基本在國外也一樣 但是當然啊 假設發生事故 整個cycle就會收短很多 不然就是他朋友發生事故 那cycle就會收短很多 所以我就想來看一下 那世界上其他情形會是什麼樣 世界地圖 不是我女兒的世界地圖 重點是有強大的台灣 這才是我的 強大的台灣我們最後再來講 日本就是你知道anxiety 他們就焦慮 日本人對很多事都感到焦慮 所以他們會先覺得我自己是不安全 所以我覺得OT cybersecurity在日本 目前也是一個蓬勃發展的情形 中國 中國現在講OT cybersecurity 其實雖然中國有這麼多這麼多的工廠 但如果是外商的工廠 可能就會follow headquarter的指示 如果是中國自己的工廠 大部分都還停止不前 那critical infrastructure 就是說關鍵基礎設施 會在乎的是regulation 中國叫等級保護嘛 等保 所以還是要follow等保 但我發現 對公控他們的等保 好像還沒有規範到 Cyber Security的設備要取得認證 是不是一定是本國籍才能取得 所以我覺得他們大概還很early 東南亞 東南亞其實也都還算蠻early的 但是新加坡除外 新加坡在2019年的時候 他們去年有個 每年都有個很大的Cyber Security的展 叫Govware 我去年也是Govware的speaker 然後他們在Govware的那個秀 2019年的秀 同時發表了新加坡的一個 OT Cyber Security Master Plan 就是政府的CSA Cyber Security Agency 頒布了 我們要開始重視OT Security了 我們要做什麼什麼什麼事情 所以 然後他們也真的成立了機構 然後真的增加了國家的RD 所以新加坡我覺得是比較前沿 中東 中東就一直受災戶啊 這是各種方法 從伊朗啊 從哪裡來的打擊 對不對 去年還有一個那個Aranco Aranco的Mistream的廠被撞打 然後那天全世界的原油量掉了7% 中東是很在乎的 那澳洲 澳洲其實工廠不多 澳洲是非常高所得的地方 我在那邊遇到比較多的是礦產 但礦場其實他們還是很在乎 一步一步來 他們就要從Visibility開始 現在要把一大堆網路風暴給我們 要我們去探查說 它到底有什麼東西 Again IT要來守護OT的時候 它就先想要有Visibility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其實很多大公司 現在都很注重Cyber Security 但問題是沒有人才 我跟一個拉丁美洲的一個石油公司 它是整個拉丁美洲 revenue最大的公司 然後我們就坐下來談 我覺得那幾個人也是很辛苦 一個小於十個人的Team 就被Azine來做OT Security 之前也沒去過OT 就說就你們負責了 你們先開始告訴我們要怎麼做 所以當我們跟他講說 你應該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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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他說你的網路是不是那樣那樣 你的Endpoint是不是那樣那樣 機台怎樣怎樣 他說他們眼神就很空洞這樣 他們真的想做 很多攜手都想做 但就是剛才說 IT OT 中間的Gap 有點大 Emea 主要就是歐洲有三個國家 就是德國 法國 還有UK 我覺得這三個算是 在公共安全很前沿的國家 尤其是德國 其實我們講那個OT Cyber Security 到底是誰在Lead 如果在亞太區 絕大部分都是IT的人Lead 然後在美國一半一半 但到德國其實七八成都是OT的人 自己管了他們的Cyber Security 因為他人才的儲備 跟他對Cyber Security 及IT的認識已經足夠了 北美就是很棒的地方 Great again 北美是這樣 大家知道不懂嘛 所以每個城市就自己互助會 幾個大公司的攜手就說 那我們每個月聚會談這個要怎麼做 然後請廠商來請午餐 簡報大概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非常Scientific 台灣 我覺得台灣會遇到的問題是這樣 以前台灣的工廠 其實老實講沒那麼自動化 也沒那麼Intelligent 所以他們覺得 OK 可能Cyber Security 不是這麼重要 但是因為Customer Request 你知道我們有那種客人是Intel嗎 我們客人是Apple 他說我要Realtime的看你的配方 所以你要怎麼讓我看 那你要用什麼方法 那又要兼顧Cyber Security 第二個就是業主的要求 剛才說美國會很強大的推CSF Cyber Security Framework NIST頒布的 那他會問 他需要去管他的supply chain 我覺得對大部分的行業來講 OT還是一個黑盒子 就是門口擺個防火牆就沒事了 那裡面反正也不懂 關起來 那Semiconductor 半導體業其實是走最前面的 我相信 半導體玩可能是面板 為什麼呢 因為半導體跟面板都是屬於非常高單價 而且它生產的樣式比較少的 所以它自動化程度也很高 接下來就是EMS 就是電子廠 然後或是PCB 他們在Cyber Security的進程就比較緩慢 因為在這樣的行業 還是很大量的使用人工 因為他們生產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要多樣化 不然就是你自動程度非常高 那花很多錢 那用人工可能便宜一點 所以之前人工用的非常多 所以自動化程度不是那麼高 那在IT OT的defense就相對弱 所以半導體 我們護國神山 我覺得還是Cyber Security 在台灣算是做得最前沿的 以管理的人來講 IT run OT Security的比例 大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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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Z run OT Security的比例 基本上就是我只見過一位 OT來管他們的Cyber Security 但是在IT來管還是個弱點 因為他不懂OT的運作 和OT的機台 所以他其實就是把那個黑盒子 逐漸的變小而已 但還是有個黑盒子 那他的假設就是 我只要把最critical的地方圍住 有弱點也不用管 沒關係 反正壞人進不來 就是可控的風險 Adversary 敵人 我們見到的發生的事故裡面 其實應該是state sponsor 就是國家背後的勢力 是大於因為錢來做這個事情的人 那怎麼判斷呢 當然你可以在IR的過程中 從他用的Marware 或是說他用的中繼站 去搜尋蛛絲馬跡 說這個到底是哪一群人做的 但另外還有個特色 就是那個人如果是來要錢的 其實你可以趕著受得到 他就是在跟你要錢 但很多時候 他加密了你全場的PC 但你覺得他的重點好像不是錢 所以這也是個分辨 所以有時候業主會說 那我要不要付赎金 那我們可能會先從 我們都會先說不建議 因為你們不能執掌這件事 但如果我們感覺這個是state sponsor的 就是國家型的hacker 我們也會說你付的可能也沒有用 不過還好啦 在台灣大部分的業主遇到這個事 都是選擇不要付錢 因為就重來嘛 重慣 這錢太多了 那政府其實也蠻在乎公控安全的 所以在經濟部工業局底下 有個資安起見計劃 底下有一個公控安全的sponsor 那我這邊列一下我知道了 可能政府做了更多 但我知道主要是一個是公演院 公演院有一個sic pass 就是security的pray phone as a service 他們會去輔導廠商 這是蠻有趣的 因為一般我們是業者 然後受災戶或是想做OT安全的 他可能不會直接來找我們談 他們覺得你們業者就是要賺我的錢 但從公演院出來做輔導 他們反而覺得可以接受 那公演院會幫他們做說 你們現在在資安評級的程度是到哪裡啦 然後你們應該做什麼事 甚至會把業者再帶進來 那你應該補審嘛 那triple i呢 就是資測會底下有一個很棒的資安研究所 他們正在建ICS的testbed 所以各位如果有什麼防護啊 防護入侵的這些東西 想去他們testbed的側 那他們還把private LTE跟private 5G也帶進來 因為工廠的智慧化到時候也會involve 這個5G還有專網 然後triple i有發certificate啊 而且他們非常非常的勇敢 大家知道MITRE嘛對不對 MITRE ICS是也要做一次 然後其實全世界好像只有六家公司so far 要join那個 然後工廠也是其中一家 啊不是 sorry triple i也是其中一家 是台灣之光 對 好人 就是我現在要介紹做研發的人 wakanda forever 在IT做cyber security 其實很多人就是把所有的server都布好布滿 不管你是EDR或EPP 接下來呢 就在能夠裝防火牆的地方裝上去 最後公共就是一個黑盒子 那如果我們把黑盒子打開來看 在國外他們大概會做幾件事情 首先就是門口要裝防火牆 這是大家會做的 因為以防獨從IT來嘛 這有個新的事業叫ICS Detection Perform 做偵測 做資產管理 待會我會再敘述 接下來在RAW的legacy的設備 你可以裝上白名單 白名單就是一種ultimate的防護了嘛 就是你不允許的 沒告訴我這是可以run的 都不能run 所以讀就不能跑 那在公共的server還有workstation上面 大家現在流行裝的是NGAV 你會問我說那為什麼不是傳統AV 為什麼不是新的EDR 關鍵在於兩個 第一個就是它不能更新 它不能上網 傳統的AV需要大量的pattern update 可是在公共的環境裡面 pattern update是很昂貴的 因為它要去validate 這個update的結果 所以它不喜歡update 一年可以做兩次 第二個是它不能上網 它只要不能上網 就不能連上SaaS服務 那EDR就沒辦法做 所以NGAV這些公司 反而在公共找到了一個新的機會 但你想 我如果要找到Legacy OS跟新的OS 總是得我知道這個是Legacy OS 所以紅的這個就是 我剛才看這個藍色的 代表說傳統的 Enterprise IT的Prada 但這個紅的就是為了公共特別做的Prada ICS Detection Perifone 是五年前大概有20家新創公司 他們做的 一開始他們想做的就是公共的IDS 把IDS在公共再做一次 但不work 為什麼不work 因為在公共很多人就是 我有什麼都不知道 我也沒有人力看 對不對 所以說IDS幫我做沒用 所以他們很快 過去三年內全部都pivot 成為某種公共的asset management 資產可視化 資產管理 所以基本上這些工具就是告訴你 你有什麼PLC 你有什麼HMI 版本是什麼 Vulnerability有哪一些 就大家都做這件事情 但要做這個其實還有一些前提 我覺得有兩件事 第一 你有沒有人看 第二 你看不看得懂 因為它這種設備其實是 就是只是監看而已 它沒有辦法阻擋攻擊 它只是在旁邊監看 所以你要有真的有人力可以看 而且這個人還要懂OT的設備 OT的協定 才看得懂中間的意思 Accenture在今年S4上 它就分享說管理一個廠 它的cost可能是1.7M美金 就是對5000萬台幣 在這個1.7M美金裡面 其實只有200K 是那個機器的錢 剩的1.5M都是人事成本 因為你得有人看 那如果你把這個東西擴大 可能這個amortize下來 每一家需要的 可能就是變成250K 做時長大概是2.5M 這個就是給各位年輕人一些希望 你看哦 裝一個snort IDS 然後parse一下公共的protocol 這些人居然要了6億美金 大概快200億台幣 大概是這些公司 而且不是只是要到錢 還agredit了 Security Matters被Forscal 用113個million再買了 在2018年底的時候 然後即使你看到中間這一行 CyberX被Microsoft買 Indigi被Tenable買 Centrio被Sysco買 那上面這一層就是都還沒賣 但是都募資100米以上的公司 其中Armis Armis被一家PE Fund 就是被一個私募資金 用一個billion 就10億美金 300億台幣 10億美金300億台幣 對300億台幣 買下來 然後再扶植 各位 這些公司其實 人數也不是特別多 那技術我們剛才有說 先從IDS 開始加進一些公共決定的分析 到最後能夠全這麼多錢 這是給大家做參考 那除了這個產品之外 想再介紹一個新的產品 讓大家對公共的應用 有多一點了解 其實公共的產品都是要使用的 真的能用得到的 Remote Access 是公共目前遇到的一個挑戰 它來自於 比如Customer 我們剛才說 Intel Apple 它想要real time 看到你的配方 看到你的駕動率 那你要怎麼讓它看到 比較安全 然後現在是Covid-19 我們有很多機台 這機台假設是日本做 假設是德國做的 那你要原廠工程師 飛來台灣幫你修 很多時候很不容易 它就說我能不能遠端 但你怎麼讓它 從遠端連進機台 你也可以直接開 對不對 直接開 直接開你就可能遇到 VPN跟RDP的弱點 帳號管理不易 就有些新公司 它是這麼做的 反正就在這個機台前面 部署一個實體的Gateway 這Gateway會蒐集訊號 然後就往Cloud丟 接下來呢 在Edging這裡 就再建一個Proxy到Cloud去 取得這些訊號 然後這樣就能夠達成 更安全的 Indirect Access 像我們的Parent Company Moxel IoT Skada Fence 都有類似的Offering 但就是要很實用 誰在fulfilling OT的Cyber Security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大家熟悉的臉孔 有些MSGP 像國內安基資訊 中華資安 國外像IBM Accenture 你會想說 這些人不是都是 IT Security的SI嗎 為什麼來做OT 因為整個IT OT Convergence 使得OT大量採用的IT技術 使得本來提供IT服務的人 覺得我也能做 大家一起就往OT的領域殺 另外一個是覺得 OT是個藍海市場 成長性很高 所以我們在那邊遇到 非常多的IT vendor OEM 當我們講OEM的時候 其實我們講的是 OT的製造商 這些製造商都非常大 隨便一個就是 兩三百億美金的規模 那他們就是幫工控做設備 從做一個設備到做一條產線 因為太複雜了 所以整個產線都他做 因為整條產線都他做 所以他們就提供運營服務 那在過去這些年 廠商業主會要求廠商說 既然運營服務是你們做 Cyber Security也要你們做 如果你沒辦法提供 Cyber Security的Service 那我們這表案不能讓你表 我跟這些人談 有一家公司他跟我說 他從零 Cyber Security營收從零 漲到兩百個命令 就是兩億美金 只花了四年的時間 非常快 當然兩百個Million 對一個三十個Billion的公司來講 就是杯水車薪 但是對大家的認知 就是你做這個服務 真的是能賺蠻多錢的 為什麼講服務呢 因為絕大部分的OT 其實自己營運還是會遇到問題的 所以他們真的欠缺的其實是服務 然後我們看 他們轉賣product 可能有20%的margin 但他做service 可能有三倍的利潤 所以對OT來講 服務會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看國內 我們安基資訊跟中華資產 都在OT服務這邊投入蠻多的 應該是非常有前景 opportunity 從NIST的Cyber Security Framework來看 他有分 Identify, Protect, Detect, Respond和Recover 我覺得對OT來講 今天其實大部分人都是Identify 就是我到底有什麼東西 但重點還是 priority還是在availability 你要維運 所以我們剛才講 你要怎麼做到 operational resilience的management 最主要還是拿技術 當最後一道防線 所以你要protect operation 所以protect我覺得是下一個階段 的重點 包含了endpoint 還有network的protect 最主要是還是得去了解 這就是大家的機會 我們做endpoint protect 跟network protect 都已經這麼多年了 但你怎麼把OT的知識 也可以融進來 你不是只是sure the vulnerability 但你去了解 hacker真正的intention是什麼 接下來就是detection respond跟recover 那今天大家可能有EDR 然後可能有soc 但這些visibility 可能不給予OT 也就是你只有IT的 OT就是個黑盒子 但大家看到這個 在OT的事件 都是從IT沿路打進OT的 但你後來整場停工的時候 你怎麼把這件事情 再串起來 那當你做回覆的時候 如果IT的人只懂得 回覆PC 回覆cloud server 那你要怎麼把那個離心機 被人改的頻率 產生的災害給串起來 我覺得這都是蠻多的功課 很多的機會給大家 在工控4.0 其實在industry 4.0 我覺得我們是在 非常early的stage OK 你看 工控1.0到2.0 100年 2.0到3.0 100年 3.0到4.0 50年 所以你覺得工控4.0 會走多久 那我們現在在哪裡 所以 整個工控 從指示機器 到收資料 到雲端運算 到最後能夠產生預測 我覺得到 在computing 還有connectivity 這邊都還有非常大 進步的空間 在computing方面 他們採用virtualization 未來會有private cloud 會有edge computing PLC這一層以上 全部虛擬化 Cyber Security要怎麼做 好 假設一個Amazon 比如Outpost 在本地採用 那所有的application 都run在這個上面 你怎麼做Cyber Security connectivity 在公控 time sensitive network 越來越重要了 因為他們要提供一個 end to end latency的控管 5G Wi-Fi 6 對不對 因為5G能做到低延遲 能夠做到 在一平方公里裡面 上一百萬個IoT設備 能夠做到高頻寬 還是廠內的Wi-Fi 6 它可能用Mesh 所以你的cabeling 變得更簡單 所以在這樣的connectivity 的infrastructure下面 你要怎麼做Cyber Security 你的Cyber Security 的protection能融進 比如說5G的base station 或是MEC嗎 這都是一個新的課題 我覺得也是新的機會 總之 我覺得現在是個Cyber Security for OT的perfect stone 首先 OT在digitalization 他們採用新技術 所以會有很多新的挑戰 Hacker 也shift他的focus 因為他越打越順 發現越打越簡單 所以就有越來越多的攻擊 但OT也並不是一個 We're prepared 的環境 所以這create了很多的opportunity 那如果你是個ex owner 我們的建議就是 你應該focus在 operational resilience management 如何keep operation running 要identify你的asset identify你的危機 做好network segmentation 能夠把OT的visibility 加到你的enterprise的soc 或siem裡面 最後還是要hire一些experts 不管是從內部還是外部的 最後這一個心得跟大家分享 論語即事 孔子說 生而知之者是最好的 如果我們從以前管IT 這邊的經驗apply到如何管OT 這生而知之者是最上的 學而知之者 就是做不到那個 我們至少學學歐美的先進公司 他們怎麼做 我們照著做 那最後的其實是困惹學知 你真的遭受到OT的 Cyber Security的攻擊了 你才來學習 那這樣比較晚 我自己的感覺是 還有一種學法是 老婆教你的 可是我真的unteachable 是最痛苦的 這個比困惹學知還要痛苦 好 謝謝大家的時間 那我也希望大家enjoy 這次的HICON 也祝大會圓滿順利 謝謝 好 那我們感謝我們的劉榮泰執行長 還有為我們做根據iOT的這個產業的趨勢的分享 那不知道各位現場有沒有問題的可以現場做提問 有 好 那老師您那邊的麥克風應該可以打開 那個公控專門的SoC 那這個方向是對的嗎 對 對啊 應該說 什麼是公控的SoC 那這個公控的SoC該由誰來run 我覺得這個在不同的場域都有不同的見解 我覺得在公控專門的SoC 假設我們是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 這個SoC在美國有最多的本錢 因為它在美國或德國 因為他們有足夠多OT的人 對OT有足夠多的了解 所以這個時候當他看到一些參數產生改變 或資產產生改變 這些訊息對他有意義 因為我自己參訪過想去做公控的SoC 但是是IT運營的 我就問他說你到底看什麼東西 比如說那個Turbine Turbine轉數從4000轉突然變6000轉 你們會知道嗎 他們是不看這個 他們還是看Firewall Log 他們就看那個APP的Log 如果這樣的SoC 我覺得發揮的不大 那你要做到細 我覺得還是要必須要能夠達到 讓OT的人看懂OT的Asset跟Protocol 跟他的運營 把這些東西put together 那個OT、SOC才有最大價值 那件事是不容易 當然是有人在推廣 做得到我覺得都是很好 謝謝 他說論一下 就是 其實 我們知道 沒有問題的伴論 我們在做的 ところで 在那邊一個辦法 那麼 因為我們現在說 我們 雖然是 它應該要知道的 是 它的 網路 是 在那邊 其實可以建立 建立 建立 IT的人員 要了解這一塊 的 刺激 之後 它其實就有機會 可以很快的上手 不知道這個有沒有 這是不是一個解決 我覺得廠商或是廠商更難 假設SI或MSSP能夠進來 為什麼 因為廠商中間還隔著servicer 那servicer進到這個場域 它應該做的是host 讓IT跟OT能夠對話 它困難的其實是不同的vertical 不同的公司大小 還有不同的automation的程度 使得每個場域的差異性夠過大 所以我比如說這是個PCB公司 我不能拿著機體電路公司的計劃 去跟他說你應該照著這樣做 因為隔離隔太遠 所以我覺得實際上 場域domain know-how還是握在他們OT手上 但必須要有人能夠 facilitate這個conversation 因為主要是我剛才是想說 是不是廠商那邊可以先把他的domain knowledge 先濃縮成某一個範圍 讓IT的人比較容易輕鬆的介入他 是 廠商一定這麼做 廠商就會說我們會建議一個best practice 你應該這麼做 你應該先有visibility 接下來你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比如把CSF的framework 你應該這麼做這麼做 但那個apply to 每一個特定場域的時候 它會面臨好多困擾 所以in the end就是等於說落地的話 還是得必須得這個公司的IT OT跟第三方來一起來把它釐清 但廠商是一定會有一個best practice的proposal的啦 當作一個開始談話的起點這樣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再次的感謝劉榮泰執行長 為我們分享的非常好的一個議題 那我們掌聲再次感謝劉榮泰執行長 為我們的分享